李伟 你这来美国大半年了 对 来半年了 那个视频放在几个平台上 YouTube上面点击量还挺高的 对 我看了 放在抖音上 播放量在8000的时候被删了 快手上也是八九千被删的 哔哩哔哩上是最后被删的 对 这些平台它都会被删 我自己的抖音号 本来我在国内开直播的时候也有机场人在线 然后结果我的那个也是被删 现在把我的号都给我禁言了 上回我们拍视频的时候 好多人说听不懂放言 这次我们用普通话 很多人他说听不懂放言 我觉得我们的放言还行 大部分人都能听懂 可能南方人听有点费劲 对 那个府阳的摩西 YouTube上面好多人评论 就是想看你什么 有没有混出个人样什么之类的 对 后续来了 今天后续来了 对 大家好 我今天还活着 没有被干干吗 对 没有 其实我也看了那个评论 说大家都想知道后续 其实来美国 有两种人是能活下来的 然后第一种人就是 比较有钱的 对吧 比如说在国内带个几千万来的 这种比较有钱的 来到美国以后买房子干嘛 是吧 都有钱 这种人他都能活下来 因为他有钱嘛 然后呢 还有一种的话就属于 我这种 就是没钱来 那你怎么好活的 就是来到这边工作 来到这边以后就开始找各种工作 可能刚开始没有工卡 找那种临时工 大概一百多块钱一天 我说是美金哈 接下来我们说到所有的钱都是美金 你做什么工作 你过来这边 过来这边的话 我是在这边送外卖 前面也去干了别的 比如说帮别人搬个家 一天给个一百五十块钱 帮他搬一下 但是我觉得那种活比较累 而且他那种活不是长期的 就可能只是暂时的 他偶尔叫你一下 对 9月24号左右到这边嘛 到这边以后后来 10月份的时候我就开始送外卖 其实这个行业还是蛮好 好在哪呢 就是有人不是长嘛 上午翻墙进来 中午去租辆车 晚上租个号 就开始送外卖了 就开始挣钱了 这就觉得太猛了 你家七口来了 到现在你感觉怎么样 现在感觉还挺好的 因为我现在我送外卖 现在这个行情不好 不好的话剩的少一点 然后我爸爸 然后也工作了 然后我妈妈也工作了 你们都工作了 你们公卡拿到了吗 公卡还没有 没拿到怎么工作呢 你报税怎么 就是以公司的方式去报税 你成立了公司 对 我知道就是好多人没有公卡 但是给人家做那种临时的活 也是不需要公卡的 对 比如说去仓库 他需要今天你光帮他卸一个货柜 对 这种他也不需要公卡 是这种临时工作 包括帮着别人搬家也是 也对 也不需要公卡 都是给现钱 像墨西哥人 他们之所以做那个草坪 修研草坪 就是因为那不需要公卡也合法 对对对 还有这种帮着别人清理房 房屋房地 都可以就是一次性的工作 都不需要公卡 除非那是什么 长期的一直做的 像办公室的工作 这种他需要公卡 对对 我一家人来到这边以后 我觉得只要你愿意去干 你只要不是闲着说 这个比如说我在国内是当老板的 我来到这边感觉给人搭上卫生太丢人了 感觉给人搬家太那个啥了 然后你如果这种人你在这边是生存不下去的 是生存不下去的 有一个朋友也是 他是在国内是一个法官好像是 然后呢 他是因为赌博输了 输了很多钱 他来到这边以后 他就是嫌送外卖 嫌这个太累 说这个时间太长 那可能 不愿意干 然后呢 又嫌这个 就是 反正就是不是嫌这个 就是嫌那个 然后到现在为止都没有工作 估计 可能要不了多长时间就要回去了 那肯定不行 没有工作不行 对对 像很多人来到这边以后 就是你其实来到这边 我觉得你既然想来这边 我们花了很大的勇气 很大的代价来这边 然后呢 第一你就要先生存下来 就先活下来 是是 对 哪怕你挣的少一点 可能一天100块钱80块钱 但是你至少说你有收入 你能够活下来以后 你再去想着去投资别的生意 是你这一家七口三个人上班 对 你媳妇没上班 对我媳妇没上班 你媳妇在家带孩子 对我媳妇在家带三个孩子 对孩子还小 对有个女儿才一周多吧 上次出来的时候是11个月 你女儿是11个月从雨林里走过来的 对对对 现在一周半了 一周四半了 那挺快 那你这样呢 三个人上班能负担起这些生活开支吗 可以啊 然后我们现在目前开支没那么大 就是我们尽量能省再省吧 然后呢 房子一个月大概2000多 加上其他东西大概将近3000块钱 然后呢 再加上吃的包括加油费啊什么的 一个月应该4000到5000就够了 房租是2000几 我租那个比较便宜是30的是2400 对但是要加上网费 网费垃圾费 包括这些所有费用家2600 2600 对啊 然后吃饭你们一家一个月能吃多少钱 嗯吃饭我们 1000块钱足够了 1000美元 对1000美元 因为这边其实买菜他不用花那么多钱 我们一个礼拜去逛一次超市 然后呢就是礼拜天的时候去买 买个两三百刀的东西 然后基本上这个礼拜就够了 哦 对所以我们算起来大概1000块钱就够了 哦 这就将近4000了 对然后你说还有什么加油 加油的话就是我爸爸他上班 啊 他可能一个礼拜大概需要加个两次油 大概80块钱就够了 80块钱油 一个礼拜八十 你呢 我跑外卖就比较多 一个礼拜我现在买那个混动的车子 大概需要300 一个月还是还一周 一个月300 对 哦 你专门买了一个混动车 用来跑外卖 对啊 因为这个车他比较省 你比如说我之前开那个老的开每日 可能一天的油价是30 30块钱 就油费 哦 你怎么买得起呢 这车呢 混动还说车还挺贵的 对在这边卖的话是 因为这边车子 其实便宜的车子不便宜 就是最低的车不便宜 比如说我买的是卡罗拉很多 然后是27000 加上税什么东西 加一起大概3万 3万美金 那也不少钱呢 这个车也不便宜 也这么多 你这怎么闹 借啊 然后来这边以后 有亲戚朋友 对对 然后你借个5000 他借个1万 就凑够了 对 不过人家看你这种跑外卖 这种叫什么拼命三郎式的跑法 对对 人家也愿意给你 我记得我第一个月的时候 我是那时候因为是个小号 我一个月还挣八九千 大概我买个车3万块钱 我大概就三四个月 就把车钱给挣上来 就已经回来了是吗 对对所以现在钱已经还完了 每个月还挣几钱 车子也已经等于是已经挣回来了 那你那个车辆保险一个月多少钱呢 车辆保险因为我们没有身份吧 在这边买的会比较贵 然后呢 就是大概400块钱一个月 哦 一个月400 两辆车400 那不是一辆 你的车一辆 对 我那一辆400 我那个车便宜 那个车是半年800块钱 对 你的车新 新车他就贵一点 对 他说卡罗拉说生外卖的多 说收入过率高 所以这个保险会比较贵 哦 对 大人上班 孩子呢 孩子上学怎么样 对孩子上学可以啊 在这边上学其实比 我有好多朋友都问我 我孩子要不要转学 要不要学机 然后要不要什么这个证明 那个证明 你上学是怎么上的 其实来到这边非常简单 第一步 孩子出生证明 到这边医院 去给你办一个医疗防疫本 就是把你的出生 对对 就变成疫苗卡 就翻译件 然后把你的疫苗卡 然后做了以后 孩子做一下体检 比较简单的体检 然后做完以后 你就可以直接拿着 再加上你的租房合同 租房合同是证明 你就在这个附近住 哦 最主要的是 你有那个孩子的那个 疫苗卡 对 疫苗卡是一定要有 有这个东西以后 你可以在附近的学校 就究竟你想去哪个学校 其实都可以 哦 对 所以这边上学 它比国内好太多了 你现在国内 你好的学校你上不了 然后呢 差的学校呢 你要花很多钱 哎 怎么差的学校还要花很多钱 因为你差的 差的学校你能进去 你要交学费啊 然后你交什么校服费 什么补课费 什么吃饭 反正一年上下来 一个孩子大概要 在国内上学的话 大概三万左右 那你在这儿不交啊 不需要 在这儿小孩子吃饭 然后学校管中午一顿 没有交任何费用 然后中午管一顿饭 对 然后呢小孩子平时 像学校里面有发什么零食啊 什么东西都不需要花钱 全部都有 对对 还是只针对那些低收入家庭 还是所有学生都有 所有的 所有学生都有 对对对 那还不错哎 对所以的话你看这边上学的 就是小孩子就给我省了很 就是很大一个压力都减掉了 没有补课费吗 没送孩子什么补课 除非是有一些 有一些中国人 他们想要孩子 因为这边课余时间很多啊 就是比如说下午两点 两点半就放学了啊 有些中国的家长呢 就觉得说 我孩子在国内这么拼 我也要让孩子在这边也拼一点 就是去找外 外请家教有的 但是我们是没有 我觉得孩子来到这边以后 好不容易 就是比较轻松一点 那就让他轻松一点 是 孩子其他花钱吗 比如说每天放学 学校门口给他买个考场 买个零食什么的 这个钱大概多少 这个钱很少很少 我们基本上没有 因为我孩子那个学校 他是没有卖 门口没有 可能有些学校有 但是我那个还在学校门口 没有 这个问题我是故意问的 因为这边学校门口 都没有卖零食的 都没有 哪个学校都没有 我说我都没见过 因为我有时候 从学校门口经过 我也觉得那个学校门口 好像不准卖那些小零食 他没有说不允许 但是就没有人去卖 因为他们放学 基本上都家长开车去 街就走了 对 没人买 他就不去卖 我其实送外卖的时候 我倒送过几次那种 就是学校门口 就是学校门口 他就在那小孩子 可能是想那小孩子饿了 然后回来的时候 给他点些餐 但是他没有在学校门口卖东西 是真没有 我是没有看到过 你老大上几年级了 老大现在是四年级 四年级了 不过小孩子在这边学习挺有意思的 就是我老大现在四年级 他学的东西 是我们中国的二三年级学的 不太对 就是那个社学很简单 我儿子说那个社学 他们这边的社学 就是比中国那些 没有中国教的这么深 其实中国的四年级的学的 他会不会是因为他语言不太好 所以就没有教特别深的 他说他说老师讲的他基本上都学过的 他跟我说 我有时候跟他聊天 我说你在这边学的怎么样 他说老师讲的我都都都那个 都是我学过的 然后呢就是我不会讲话 但是老师讲了以后 我能大概能听到 能懂 对因为他们这边他说老师的 就特别是老师 他的那个肢体语言就更丰富 其实美国人 连菜代笔话 对对对 对对 而且他班里面有几个 就是他那学校里面 大概有十几个都是中国中国孩子 对他有时候还会给他翻译 哦 那孩子他那个听不懂 他有专门在去补补课吗 没有 但是他这边是老师给他一个 那个就是我们来到这边以后 老师会给他一个笔记本 那这个笔记本呢是 是不需要花钱的 但是如果你把它给用坏了 你是需要 要赔 对要赔他300块钱 300美金 但是这个小那个笔记本里面有什么 有那个英语版的动画片呀 然后呢英语版的一些一些教材 然后在那个里面 他老师专门给他下载好的 就是让他不断的去学这些东西 就是看这些就是他们这边学校里面 就是建议去看 就是老师有时候上课的时候说 就是比如说讲一些那个什么课程的时候 就让他们看笔记本 不说人家有这个条件 都给把这些现在设备都给用上了 对对对 他这种教学不会像中国 然后要么就是全部数字化教学 他们这边其实老师讲课的时间还是蛮多的 而且他们这边上课反正是真的比中国清楚太多了 你像如果是我儿子如果在中国的话 现在已经四年级了 要学奥数 学那儿还有什么用 你如果不学奥数 你现在重点高中你都读不进去 但是重点初中你也进不了 我有个朋友就是因为他 他补习的奥数他学的好 然后呢那个才会被录入重点高中 应该国内很多朋友都知道 你可能来的比较早你不知道 就是现在国内里面就是入学的时候 要考你的奥数 奥数是什么东西就是那个叫什么 奥林匹克数学 对对对 就是那种比较比较难的那些题 他一定要考你这些 如果你如果没有这些你考不了 所以基本上我的朋友 从三年级开始 他孩子就开始学奥数 你是车也解决了 孩子上学 住房也解决了 对对对 医疗保险呢 你有医保保险 有 我们一家都有 然后呢就是我爸妈没有 我家是因为有孩子 三个孩子 所以他是有医疗保险 是可以免费给我们 就给孩子 对包括我父母也有 因为他会觉得说 我们两个刚来嘛 我们压力比较大 就给我们减成这个医疗这一块 就给我们办了白卡 但是我父母就不行 因为我父母他的年龄 刚好是在50岁 就这个年龄比较尴尬 年龄不大不小的 对对对 如果他是六七十岁的话 对也能办这个白卡 但是刚好他卡在这个50岁 还不到达不了这个标准 这不是那个和农村的新东河有点像吗 但是他这个不要你花一分钱 不要钱 对啊我们现在办的这个白卡 说看病啊什么干嘛 都不用花钱 小孩子连去体检打疫苗什么都不要钱 那你是不是占了美国纳税人便宜吗 也没有啊 因为我现在收外卖的话 我也是按着15个点交税 然后包括我爸妈他们也公司 我们公司也有报税 对也是按正常报税 那你纳税人这是合理合法了 对对对好多人来美国以后就说 哎我为什么要交税 然后很多人就问我说 我们收外卖为什么要交税 我说在美国你不单你收外卖 你就干什么你挣钱都要交税 因为我们缴了税以后 其实对于我们你看 包括孩子上学 然后包括以后我爸妈 他如果年龄大了养老 其实这一块都是有很好的一个福利 是 你那个银行卡呢 银行开户什么之类的方便吗 方便啊 你比如说你来了这边以后 你只要带上你的护照 有两个证件 然后呢或者是国内的银行卡 如果你没有国内的银行卡 你就有国内的银照也行 然后再加上中黄合同 到那就可以开户了 对对对 但是你开户的话 最好是要提前一天预约银行 他们会比较忙 有时候他可能他今天的预约都已经排满了 是 那办手机卡呢方便好办吗 办手机卡的话 有一些是可以直接 有些不需要身份也可能办得卡 有一些呢是挂到别人名下的 给人家共享用一下 家庭计划 对家庭计划里面就是你把它挂上去 一个月反正给他多少钱吧 那这种手机套餐费用一个月得多少钱呢一个人 最便宜的15到35不等 然后因为这边有几个服务商 看你用哪一个运营商 我家里面就是 两个用的是T-Mobile的 然后呢那个 两个用的是那个 Version Version 对对 他那个还挺好的 哎 T-Mobile 你说T-Mobile 让我想起来 T-Mobile不是德国的吗 这个德国厂家 占领美国通讯市场 这不是窃取美国国家机密吗 这个我就不太懂 对 我记得T-Mobile是德国的 是吧 这真是美国人心真大 也不怕这些国家机密泄露 他是一个德国的服务商在美国运营 我记得是德国的 这个是挺大一个运营 所以来美国以后有好多人 还有朋友怎么说呢 说美国天天死人啊 天天有这个风暴龙卷风啥的 说你有没有遇到过 你在那送外卖 你一般是晚上送的比较多一点是吗 对对 因为我比较喜欢熬夜 我不喜欢起早 那你遇了枪击案吗 遇了几回 没有遇到过一回 然后我只遇到过 我只遇到过什么呢 就是警车追车我都遇到过 那不对 你肯定去的不是美国 不是洛杉矶 你去的是那个通楼 我记得好像听 听有个朋友说 那个叫什么 普什么康的一个地方 那个地方说好像 这个大家都不敢去 说那个地方是一个黑人区 有人跑Uber 好像跑那边以后 车跟手机被抢了 这也只是听说过一次 还是听说的 对对对 还有一个就是这个Dontown 就是洛杉矶的市中心 我自己没有经历过 朋友是车子被抢的是有的 你朋友真的是车被抢了 对他是怎么回事呢 就是这边的话就是他去取外卖 其实取外卖 我们取餐比较方便吧 就是把车子往路边一停 然后进商店拿着就走 他在想着方便 就是车子干杯不熄火 钥匙也不拔 哈哈哈 你那是给人家送了 对然后那些流浪汉啥的呢 就看到他下车了嘛 就坐进去开了就跑了 后来呢 后来也被找回来了 就是车子也被找回来 更离谱的一个就是那个像什么 安博警报嘛 那个不是警报的一次吗 对我知道 那个是怎么回事 那个是一个人带着他女儿 带着一个七岁的孩子 跑外卖啊 跑外卖 结果呢就是他车子也不熄火 他想我女儿在车上坐坐吧 然后就车子不熄火就去拿外卖 然后出来以后 连车子带女儿全部都没了 就是被人给那个车子给开走了 是你说那个安博警报我也收到了 好像我们那附近所有的居民 就同时收到了安博警报 对 说孩子被偷了 对 哎呦我想这玩意吓人啊 这偷孩子 他其实不是说那个人不是故意要偷他孩子 主要是想偷他 对 人家看他们一起谎 不知道他后面有孩子 可能开出去老板一块 发现后面还有孩子 但是那个也很快就找回来 我觉得美国其实大家说美国比较乱 我其实觉得美国这一点做的还挺到位的 好像才只有一天的时间 连孩子在车全部找回来 我记得好像不是很更快 当天下午我因为我收到了 我一直追踪 因为小小孩们丢的 七岁孩子 我想我一直在关心这个 我记得是下午发警报 然后晚上就找着 对反正我是第二天看新闻说找到了 我以为是第二天找到 晚上我记得是晚上就找着了 是一个亚裔 也是华人送外卖的 对对 因为我们中国人其实在这边送外卖蛮多的 你看我刚开始来的时候 我一天那个时候 一天四五百块 哇那些有 有些那些老师傅就是在那边干酒的 他们一天挣六七百七八百 我去那不照实力跑成跑这么多 不是大单满天飞 你知道啥意思吗 是那种带家号的单子 一家有时候小费都给个一百块钱一单 所以他们一天 他说我有个就是我现在那个师傅 他说我一天那时候只干个七八单 而且是大单干小单我直接聚了不干 然后那个时候真的很挣钱他们 后来我来的时候已经算是末尾了 就是我那个时候一天最多也就挣过五百块钱一天 那现在呢 然后现在的话比较差 因为从去年到今年光走线过来大概有十几万中国人 没那么多 我记得数据是从2023年年初到2024年现在五万左右 加一起中国人五万左右 是吧反正来了就是我们觉得外卖市场里面来的人太多 像原来我送外卖的时候就是一个商店里面门口大家都看不到 就几个人在那蹲点蹲外卖 基本上大家都是都是去送了就是比较忙 就是你回来就有单子拿来就走就是不停在送 然后现在是什么呢一个报的餐厅门口一排车二十几辆都是中国人 基本上百分之八十都是中国人 然后在那里干嘛就是在那里聊天 聊天然后在那里聊 然后呢等会这个商店一发单 他连续发个十几单好了这些人走了 然后后边又来一批人 反正就人特别多 现在一天比较卷 现在如果想再来美国跑外卖其实还是蛮辛苦的 然后我还是不建议大家去跑 然后呢就是一天大概也就一百多两百块钱 两百块钱 对 那你是不是你不想让大家进去给你竞争啊 是这么说 不是不是这个绝对不会这个绝对不是 因为现在就是市场它的容量就这么多 也可能是有人说是我们经常在一起分析说 为什么现在外卖这个不好挣钱了 第一可能是外国人这个不是股票最近跌的挺厉害吧 都里没有了 对都里没钱了前段时间是报税嘛 刚好赶上报税 报税以后就加上这个股票跌的比较厉害 现在又听他们说这个将是持续性的 什么意思呢就是 呃现在不是全世界这种危机都 经济危机 对都会而且越来越严重 像原来别人点个餐吃个五六百 那小费可能给个一百八十 那现在点个一百块钱或者几十块钱 就是突然间就下降了很多 所以导致我们这些送外卖的收入就很低 还有一个送快递的好多人就是来到这里干两个行业嘛 一个是送外卖一个是送快递 送快递原来我来的时候那个时候是两块五一个价 就你把那个价送到门口一两块五是白天去领 早上有时候就是去领 领了以后一天你能送多少你领多少 你说这个快递案我用过 我之前从国内买东西 然后他就是半夜的时候 因为门口有摄像头嘛 半夜时候给我送到我家门口了 就是个华人是个亚裔 我看着摄像头看着是一个亚裔送的 对他现在就是现在已经卷到什么程度了 现在好像你之前一个卷是两块五 然后现在一个卷是一块一块三到一块七 就是差这么多 对非常难送的那些 比如说都是什么高楼像当场那边高楼大厦那种 可能会给你到一块一块六七 然后呢比较简单就像这种独栋别墅那种 可能就一块三 现在已经降到这么多了 你说原来他们那个是送快递 一天能挣个三四百或者四五百 然后现在一天也是一百来块钱 如果你是新手的话 可能一天只送几十块钱 哎呦这美国这经济也不行 那你现在这样跑 有没有遇到那给小费高的呢 最近还有小费给高的吗 少最近有 就是一天有时候会遇到个一两单 然后呢给个三四十块钱小费的 照这样说也并不是说因为送外卖人太多卷起来了 也就是说主要是老外兜里没了 对这就是一个方面 还有一个方面就是也确实增加了很多 送外卖 那肯定是 对因为来的人大家都想的去送外卖 不是如果就是送家多 你可能就是总体单的少 但是你小费还是有能收到那个小费给多的 对 但是你现在都都遇不着给小费多的 对 那就是说明他们老主要是老外都是没了 对 现在基本上一天能用个 遇到个一两单都已经算是很好的 有时候好几天才遇到一单 就是小费超过四十块钱以上 原来是每一天 大概就是那种小费超过五十块钱以上 每天至少五六单 你这样算钱都两三百了 你再随便跑跑小单 基本上就是差距差距就大了 对对对 其实中国人我觉得来美国还是比较好的一点 就是什么呢 就是中国人存钱 然后愿意干 像好多中国人 因为外国人就是China 然后就意思是就是说他很佩服中国人 然后就说那个 说我们的那个什么不行 就是领导不行 然后就说中国人是很厉害的 其实我们中国人在这边也是有很多 包括中国的一些餐厅在这边 还是做的蛮好的 你来美国有后悔吗 后悔啊 没有想目前还没有想过后悔 我觉得我觉得挺好的 因为一家人来到这边以后 每周我自己休息一天 然后我父母他们都是休息两天 对每周他们都有休息 而且又能陪孩子 就是我们的心里面压力没有那么大 可能我们现在还没有买起房子 或者是还没有怎么样 但是我觉得在这边活着一个自由的 这个下面活着是很舒服的 不会像在国内 今天你买个特斯拉 明天我也得提一个 是吧 要不然我这个面子搁不下去啊 然后呢明天你盖个楼房 我家房子没盖 我得想办法赶紧盖房子 要不然我这个不行啊 然后明天孩子 怎么去了海洋馆 我儿子一说 爸爸他都去海洋馆了 你不去也不行啊 没有这种 在美国的话 其实我觉得在美国他就是没有这种攀比 刚才来的时候 我开一个08年的开美瑞 08年的啊 有些年头了 十五六年头 对 然后十八万卖 好像有个四人车主 但是我那个车我开的依然很好 而且在这边很多外国人 他们开那个车就很 就是很老很老那种 可能是六七十年代的那种车 都是很有钱的 但是他开的车也很旧 也没有人看不起他 特别是这种 比如说你到餐厅里面的时候 开个奔驰大计 然后给你开那种很老的车 他们都有人专门出来迎接 我看过一个最差的是 有一个去那个很高端的餐厅 可能消费人均在一两百以上的那种 然后他有个开个什么车呢 开个卡罗拉 就开我送外卖那个车 新款老款 是一个比较老的 应该是一个22年或21年的车 然后开过去往门口一看 然后那个司机过来 就把他车开过去 然后就把他开到那个停车场 人家这边不是说一定是那种去消费高的 都是开豪车的 他有很多是开那种 就是我都感觉很差的车 那你去送外卖那些地方 就是像比弗利山庄那些 他现在居民区那房子都特别贵 他那里有些开比较差的车吗 他们有的是开的是比较老的 应该说在以前 10年前20年前那个车可能比较牛 但是现在就比较老 他们开那个车 那有没有也开什么卡罗拉车 有门口也挺的有 比如说什么特斯拉 其实特斯拉在美国那是很差的车 也不算差 就是比较普遍那种 大家基本上买车 特斯拉就像在中国的那个 什么车呢 就是像中国的什么大众啊 什么卡罗拉那样的 对大家都比较多 像那些特别有钱人 他门口停的车 里面停的好车 外面也有这种车 那你来美国之前你有什么理想吗 就是想来美国我要实现什么什么 有啊这肯定有啊 有一生的报复是肯定有的 我想来到美国 首先我是想着我们家能活下来 但是目前这个好像已经达到了 比如说我们现在一个月的收入啊 其实美国这边是不透露人收入 但是我这边这个视频我就愿意透露一下 我现在每个月金盘我们家庭大概一万一万左右 收入一半 对收入一半 然后开支的话大概四千四千多 就算五千 然后我们还能剩一半 对还能剩一半 就可能我当时来美国的一个想法也是 就是说我前期我们能够稳住生活 等到后期以后 比如说我们做个几年以后有钱了 然后呢买个地或者是买个房子都可以 对然后呢就是来美国以后 我就想要在这边移民嘛 就是生活下来就是想 第一个目标就是买房子 要在这扎根在这 对对对 第一个这个车我觉得还无所谓 在美国其实它没有那么多盘比 可能你觉得哪个车方便 或者哪个车合适 你就会去买哪个车 确实是这样子 等到你打算在美国买房子 以后你的子孙后代都在美国 就在这了是吗 对目前来讲应该是这样 对 我觉得在美国其实它是一个蛮舒服的一个地方 虽然说你偶尔会听到一些新闻 比如说什么抢劫的 或者是什么开车被抢了 就会听到这样的新闻 但是好像我们就是我真真正的只是 它就新闻只是新闻 就是没有说在我的生活当中 比如说我哪个朋友出现什么问题 我觉得这样我遇到的很少 或者是我圈子比较小吧 可能事情会有 但是并没有说这么多 我不知道这个能不能讲国内的一些东西 其实国内的我们看不见的东西 使得人高速10倍甚至20倍以上 因为中国其实就像前面的事件一样 不是死了很多人吗 就刚刚发生的 你说那个五一的时候 那个车子高速断了 那是一个死了好多人 后面又出了一个水泥灌车 跟一个客车相撞了 这我都不知道 就是死了好多人 然后好多人发声明 现在上面都收不到了 就是各个媒体都会把它给封杀掉 有个抖音就是我刚好我昨天刷 因为我没事吧 就是会刷 然后刚好有一个人就是说 他就拍了 但是那个现场的警察过去以后 就把这些人全部手机全部交出来 就是你们所拍的东西 要么就警告你删除 要么警告呀什么 你这个视频删了 就比如说这个大巴车事件 水泥灌跟大巴车撞一起了 车上坐的人好像死了挺多 满地都是那种死海什么的 但是有些人 就是当时有 现在不是大家都拍吗 发朋友圈呀 发各种社交软件 结果就全部给你封杀 全部封杀 在美国比如说 那发生了一个事故 警察不让你靠近 对 拉近焦牌 拿望远镜牌都可以 但是你不能靠近现场 对 然后有人说 美国这边说 经常看到直升机追车这个事情 我其实真遇到过一次 是怎么回事呢 是我在那等着 在那停车 停车厂厅门口 结果就有一个开皮卡车 他应该是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他就不停车 其实他没有拿任何武器 当他没有拿武器的时候 警察是不会拿枪直接干他 不会拿枪直接干他 就追他 就是在那一条 在唐人街 就是这个洛杉矶的唐人街 在那里 前面我在那 他走我旁边过去了 然后警车追两辆 结果他又绕了一圈又回来 结果直升机就来了 然后后来来了十几辆警车 我还拍那个人的视频 对 然后我就 就在旁边我就拍他 然后结果他就真的没有拿枪 然后呢 警察用了破胎器 就是因为他不停车啊 他就是整个街道里面 他就后面跟个十几辆警车 他就完全他就不停 他开个大批法 警察也没有说把他撞停 然后就是警察在后面 让他停 后来用了破胎器以后 把他逼停了 前面车顶着后面 直接就把他给逼停了 这种是有的 说直接是当场击毙的这种 是因为你拿了武器以后 如果警察意识到危险 就是你携带有武器 会伤到别人 他会选择当场击毙 不会像国内说的 你只要有违法 那么警察就可以当场击毙你 是警察要先遇到 他要觉得说 歹徒携带的有武器 然后呢 就是我的生命会受到就是威胁 或者是平民受到威胁 他会选择当场击毙 但是这种的话 我觉得没有像很多人说的那么严重 警察追车到时候经常发生 因为这边他们这边就是为了害怕你犯罪 就是你一旦有违法 如果说你不停车警车 他就立马复叫资源了 立马复叫资源 你可能五分钟 如果你在高速上跑五分钟 可能资源机又来了 我听你这么说 他是不是那些警察 都天天盼着这事发生 刚好他一开车开支撑机出去 溜达溜达 这个咱也不知道 又没有危险 是一逛一圈吗 对 他这个挺多的 因为我经常在路上跑 遇到是挺多 但是说真正发生那种枪击事件的 我觉得很少 其实美国这边好像这个枪支都合法 枪支合法 但是真正说 在路上到处看到这种枪击事件的 我觉得真的很少 好多中国人选择不买枪 可能是因为想着有了武器以后 因为中国人有时候 这个性格嘛 可能会比较暴躁 会拿枪出来 有好多人 我遇到有一些中国人 他说待的时间比较久 我说你为什么不买把枪房 他说买那个干嘛 万一夫妻两个吵架拿枪出来 那就事大了 是 是会有这样的 我听你这个聊下来 你觉得你对美国很满意啊 目前来讲的话就是呃 待美国有一个缺点就是 如果你不挣钱啊 你的压力就会有点大了 因为你像我如果不挣钱的话 呃我的就会有压力 为什么就是因为你在这边吃啊 做啊都需要钱 但是如果说我一旦 比如说我的我的收入已经完全 这个负担我这个什么生活压力 都没有问题 那我就没有什么压力 就比较轻松了 就感觉很舒服啊 在这边你看呃 如果说我们刚来现在一个月 能挣一万后面 我们如果稳定下来一个月 能挣一万五两万的时候 我们其实花费还是一样不变嘛 但是我们就省的就会更多 你说花费不变我不信 真你等生活稳定下来 兜里有的时候啊 你爱好就多了 你说花费不变不可能的 哦哦哦哦 你肯定你想买点什么玩 对对美国这边其实玩的还是蛮多的 你比如说你可以买摩托艇 是吧你可以买那个 对啊肯定花销也会上来 你可以买黄车 对吧 因为这边它不会像中国 它是到处都可以露营 我看好多海边啊 什么都可以去露营 各种去露营 其实美国这边还是蛮舒服的 我觉得我还是挺喜欢 看之前我们这个评论一下 那个YouTube评论 有些人说 怎么一年以后 看他有没有什么活出个人样 你觉得活出人样了吗 我觉得活出人样了 至少是我在这边 我已经怎么说腰杆比较直了 啊现在一个月收入有了 然后呢还存了一点 还有一小存款 就是至少我几个月不干活 我也有钱花啊 啊对 那你遇到有人歧视你吗 嗯歧视的话 我其实遇到过一些 可能是那种怎么说呢 真正歧视的没有 就是那有钱人没有 但是那些流浪汉倒有 可能他有神经病 他跟你什么比个宗旨啥的 那精神病你就不能怪人家了 对那种人我是遇到过 遇到过我觉得这种我是直接不理他 但是那种高端餐厅里面 像比如说我们有一区去起餐 人家会对你非常的那个 有神经 对对对 然后就你上来就跟你表示一个微笑 嗨 how are you 那个就比如说我有一些餐厅 我去的比较熟了嘛 然后呢去了以后他会有 说how are you 然后就会跟你 又来了 对对对对 然后就会跟你聊天 然后其实他们这边就是非常的友善 我觉得会比较好 但是反而是有一些 有时候外卖什么呀 我们会遇到一些中国人 中国人有时候就是 呃比较那个就不理你 就很难看 像丢的贼似的 对对 但是我想这没必要呀 我有时候我看那些比较和善的中国人 我会跟他打个招呼 我说大哥 然后就会跟他聊聊天 但是有些人呢 就是感觉像有点 呃那个怎么说 就是看不起中国那种叫烧不熟 我不知道能能听懂就可以啊 就是有些人就像烧不熟的一样 啊就是看着中国人以后 他好像是感觉对中国人比较反感啊 有这种人 但基本上这样的人我不会理他 也会我也遇到过那种中国人数字很差的中国人啊 就过去就骂 那些保安不让他停车啊 还要直接骂啊 就是我想这样的人是啥 就是真是你来到这边以后 人家保安不让你停车堵在路口 你就跟人说一声sorry是吧 你就sorry我马上就开走了 那不是好了吗对吧 你干嘛要弄中国那一次就是上来就骂人家 啊人家也听不懂他也听不懂啊 就是在那里 可能逛个随影 对对对有时候就很凶啊在那里 其实我们来到这边以后第一我们就要文明一点 因为别人对我们友善 我们也要对别人友善啊对吧 人家会觉得你中国人还不错对吧 如果你大家都很凶 可能会对整个人的评价就比较负面了这样 对对但是来还有一个来到美国以后好多 就是中国人骗中国人是真多 啊我们听说也听说过很多 是就是中国人骗中国人 因为他呃骗外国人他骗不了 就是因为他不会不会说 说说英文 据我了解啊 嗯 呃外国人他也骗 他们之所以外国人不骗中国人就是因为他不会说中文 啊他也不会说中文是吧 就是比如说印度人 我这听说过就是印度人骗印度人 啊他没来骗你而已 人性是一样的 对对对对 像有一些呃比如说刚来的这边好多人跟我说 包括身边来的好多人都说被中国人骗过 因为这边也就只有中国人骗你啊外国人想骗也骗不了啊 是是吧 是 然后还好就是有时候我们来到这边以后嘛 防人之心不可无害人之心不可有 对对啊对 像送外卖啊干嘛都会遇到那种啊 有些人送外卖就把号租给别人 然后你跑了这个号跑几千块钱 因为你跑的号是打了他的卡里面啊 然后呢他在把那个税给减掉嘛 然后他去报税嘛 然后呢结果有些人就跑了几千块钱 就号被别人找回去了啊 找回账号就是到时候你人也找不到 这种被骗的挺多 在这上面吧奉劝一下就是想要来这边坑蒙拐骗的人就不要来 因为在美国犯法的话很严重啊 这个是你承担不起的啊 我们这个评论底下之前还有人说说你是中介啊 你是中介吗 我真没干过中介啊 不过我以后当然干中介 做什么呢 我觉得在这边的话 其实如果把英文学好以后去卖房子啊 你要做房屋中介 对房屋中介叫房产经纪人 房产经纪人 那行那行 我主要做房产经纪人是什么呢 因为我身边朋友好多 就是刚来的嘛 我想他们也都买房子是吧 那你朋友是真有钱 因为早晚的是 大家来到这边以后可能前面一两年没有 但是后面五六年以后就有了 我想做那个房产经纪人 我是想我是听说啊 就有好多美国这边 因为美国都有那个土地排卖 就是这一片政府放出来这一块土地可以拍 拍卖 然后你拍下来以后 你可以自己盖房子啊 对我是想干这个啊 就是了解这一方面的信息 至少是我自己买房子省了好多钱啊 对那挺好 对对你英语学怎么样 英语会那几句啊 但是我觉得够用了啊 因为你基本上跟别人打招呼啊 就是那些像我们送外卖 送外卖其实只需要学那几句英语啊 然后第一个就是哈喽 大家都会对不对 然后就是我到了门口了 I made a door 可能不标准哈 就大概是这个意思 然后你说啊 那个 coming 就是我来了啊 是吧 然后就是就是简单的 你其实学会了以后 在美国其实应该就可以了 但是你如果说 比如说我想要做黄产经济人 想要做销售啊 那你的英语可能就需要去提升啊 去提升 但是我觉得目前来讲 好多人也也问我这个问题 说你都不会英语 但是美国人他们的那个肢体语啊 比较丰富 如果他跟你讲话的时候 你能猜懂 对你大概能懂他的意思啊 比如说他让你等一下啊 会这样你等一等一向下啊 然后呢他会有时候我听多了啊 那基本上他讲了以后啊 然后比如说5分钟啊 然后10分钟就是10分钟啊 你汇了这些以后 基本上数字你会数了 然后这些简单的你会 就是如果数字汇了 号码都会报了 其实就比较简单 就慢慢学嘛 呃 我也准备今年先稳了 稳下来 明年我就准备少挣点钱 就是美国这边 其实有真是有个好处是什么呢 就是他有很多那种免费 去报名学英语的学校啊 比如说我在附近 我住就是米队附近 就有光我听说都有旁边有四五个 哦 就这种学校都可以让你免费去学 早上呃 七点钟到九点的 然后有早上八点到十点的 还有一些就是全天的啊 早上也有学下午也有学 然后就是根据你个人的生活习惯 或者是根据你上班的一个时间去学 因为美国他是一个移民性管家 可能他也考虑到这一些 就是让你更快的融入 就是好多 我有一次去去过一次 我发现有些六十岁的人 中国人 哇那英语讲的很溜啊 他们因为他我进那个班级 是比较高级的班级 啊 然后他们那个班级里面就是 他们可以老是让他们读 那个直接读那个一段话 嗯 就让他们直接读 然后就是好多中国人来到这边以后 就是一开始我们来的时候 我们一开始也是 我担心最大一个问题就是语言 就觉得如果语言不通的话 像个像个哑巴像个笼子一样 就别人听说的你也听不懂 别人讲的你也那个啥 就会害怕比较难 其实当你来了以后 你真正踏出这一步 来到这边以后 你会发现你很快就能融入这个圈子里面 所以英语这一块大家就不用担心 就不用担心 其实来到这边以后 我觉得我的目标是三五年以后能跟人交流 这样我听明白了 对 你不是说移民中介之类的 骗人家走线 你是想混个脸熟 等以后学好英语 考上一个房产执照 等这些中国人来的时候找你买房子 你挣他们佣金 懂了 行 你早就实现你的目标吧 好的谢谢